电鱼的危害我们都清楚 而电鱼行为才为国家明令禁止不久 就出现了电蚯蚓的行为 在南方很多农村乡镇都存在这种行为 不分白天黑夜 即便有人将生命断送在电捕蚯蚓机上 也仍然有一大批人乐此不疲 电捕蚯蚓到底有多大的经济利润 能让有些人为此搭上性命 嗨 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为何电蚯蚓的人如此猖獗 2017年某天 海口穷山区的一位村民 背着他的地龙仪来到一个偏僻阴暗的地方 准备大干一场 当他调好电压 双手拿起仪器的导体准备插入地下时 身体突然遭受电击 猛烈抽搐起来 不一会就停止了心跳 将这位村民电死的地龙仪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电捕蚯蚓机 这位不幸的村民就是想趁着蚯蚓市场需求量大 抓点蚯蚓到市场上卖 没想到却发生了意外 2021年6月 江苏省徐州市佩县的朱某也瞅准了商机 花600元在网上买了一个电蚯蚓机 但是还没等到实地操作 仅在适用时就因操作不当当场触电身亡 看到这里可能大家就会产生疑惑了 那这蚯蚓有什么用 电蚯蚓的利润空间很大吗 为何能吸引这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件事 首先闪电哥来和大家说说蚯蚓的巨大经济价值 卖到市场上的蚯蚓一般有三个作用 一 制成蚯蚓肝做中药材 二 卖给鱼具店做商品鱼饵 三 给养殖场做家禽或黄膳饲料 蚯蚓自古以来就是一味药材 体内含地龙素 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用在中药中可以清热利尿 治疗关节疼痛 制药工厂提取的隐积酶能够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同时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 所以也是化妆品的原料 效益好一点的鱼具店 每天能卖出上千盒蚯蚓耳料 专业养殖蚯蚓的养殖户都会与鱼具店达成合作 利润十分可观 蚯蚓还是一种高蛋白饲料 它体内的蛋白质含量占肝中的50%到65% 它体内有近20种氨基酸 是某些禽畜的必需营养元素 在这几个领域 蚯蚓可以说是很受欢迎的 在一些地区 蚯蚓还能做成一种小众美食 光是这几种经济作用 就能驱使一大批人投入蚯蚓养殖 或捕捉蚯蚓的行列中 但养殖所需的成本 与电机捕捉所需的成本 形成了明显的差距 因此 让更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 都要去垫蚯蚓 虽然蚯蚓市场每年都有波动 但一般情况下 为5到8元一斤 种蚯蚓能够卖到45元到50元左右一斤 技术好一点的人 每天能垫到几十斤甚至上百斤 至少每天也是200元以上的收入 如果将其晒成干蚯蚓 每斤的价格就能卖到50到70元左右 不过需要7到8斤活蚯蚓 才能晒成一斤干蚯蚓 看到这里 你是否也会觉得电蚯蚓 是个一本万利的身材之道 但闪电哥要告诉你 你想错了 蚯蚓虽然有很强的繁殖再生能力 但是它也经不住人类大量的捕捉 它的生长速度远远比不上捕捉速度 经常进行电蚯蚓活动的土地 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蚯蚓分布在陆地圈的各个生态系统中 约占土壤生物总数的59%到79% 在陆地圈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蚯蚓的吃喝拉撒等一切生命活动 都可以对土壤带来许多正面影响 蚯蚓在土壤中挖穴穿行 能够使土壤松动 改善土壤结构 让水 空气和营养物质更容易到达植物根部 如果一片土地中长时间没有蚯蚓 又不进行耕作 土壤很容易扳结 影响土壤排水 最后失去活性 土质变差 蚯蚓取食消化排便的过程 能够加强土壤微生物与植物及微动物群的生物联系 蚯蚓是一种会真正吃土的生物 在吞噬了土壤及杀粒后 通过身体里的各种酶 使其转化为植物容易吸收利用的碳酸 尿素及灵甲矿等化合物 因此 蚯蚓粪是一种优质的有机肥 每克蚯蚓粪中含有超过10亿个有益微生物 还可以杀死土壤中的有害菌和病毒 可以更好的促进植物生长 在中国的湖南地区 果园中的土壤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 就是有机质含量低 优质果园的土壤有机质含量都在2%以上 而湖南省的大部分果园有机质含量仅有1%左右 有机质含量少的土地可以算作平级土地 土地平级会让肥料利用率低 有益微生物减少 果树抗病能力弱 因此 湖南的一些果园就可以通过养殖蚯蚓 来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 养殖蚯蚓可以用禽畜粪便 解杆等废物作为饲料 只需要在果树行间挖出10厘米左右深 1-2米宽的养殖床 养殖床之间流出排水沟 将发酵的饲料堆在养殖床中 再用杂草覆盖 保持一定的湿度就能够将蚯蚓投放进去 以蚯蚓强劲的繁殖能力 60天内就可以繁殖出 投放数量50倍左右的蚯蚓 产生的蚯蚓粪就能够用来改善土壤 蚯蚓粪既能改善土质 又能做有机肥 山东省资博市黄晨镇的一位菜农说 使用蚯蚓粪肥后不用再用农家肥 化肥的用量也减少了一半 它家用蚯蚓粪肥种植的西红柿 不但品质好 而且产量也比不用时增长了近30% 也许有人会认为 没有蚯蚓来改善土质提供肥料 我也可以自己松土使用化肥啊 的确 现在机械化农耕普及率越来越高 松土也许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大量使用化肥不但会影响土质 还会影响水质 中国多个省份的农业污染都处于高风险水平 起因就是农民使用过多化肥导致土壤肥力下降 但为了维持生产能力不得不继续依赖化肥 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 导致土壤环境严重恶化 同时化肥过量使用也会造成农民生产成本增加 导致农田净收益整体减少 除此之外 使用化肥后农田中会残留淡素 淡素会通过自然循环或农田间的水流 进入到我国主要的河流中 最后汇入长江黄河 2005年的水质检测结果显示 长江和黄河中分别有92%和88%的淡素 都来自农业 综上所述 对于土壤来说 蚯蚓是必要的生物 对于农业来说 蚯蚓也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蚯蚓采取灭绝式的电机捕捉是肯定不行的 至于想通过捕捉蚯蚓来赚钱的人们 使用电机法绝对不是明智之举 利用电捕的方式来捕捉蚯蚓 不但会让蚯蚓灭绝 还会将土壤中的其他小型爬虫类动物电死 电蚯蚓的机器虽然方便携带操作简单 但这种机器还没有列入电器的管制范围 安全性无法得到保障 其实要想真的靠卖蚯蚓来赚钱 何必去使用那不安全的电捕蚯蚓机 蚯蚓养殖的技术并没有多高深 饲料成本也很低 只要自己花时间去学习 至少两三个月就能够通过养殖蚯蚓来牟利 大量捕捉蚯蚓本身就是一种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很多人不把生态平衡这件事放在眼里 总觉得小小的蚯蚓能掀起多大波浪 只要我现在赚得到钱就行了 但愿有这种想法的朋友看了这个农业科学知识科普视频后 能够尽快醒悟过来 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禁止电捕蚯蚓的相关法律法规 或是制定相关的约束法规 并鼓励支持蚯蚓养殖业 将蚯蚓产业规范化 另外我们的网络销售平台上 也不应该再继续售卖电捕蚯蚓机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关于电捕蚯蚓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关注我 下期带来更精彩的内容